美国福克斯新闻援引一名消息员 悍然宣称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泄漏 该机构的记者还在白宫简报会上就此向特朗普总统提问 后者不置可否 这样的双簧推动了这一指控在国际媒体上的传播 谁都知道福克斯新闻是美国媒体中的另类 是最坚决维护特朗普总统的媒体敬畏军 福克斯新闻连信息源都不敢说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消息就是该媒体凭空编造的 这是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助攻的一个特别行动 在中美出现围绕病毒起源的外交摩擦之前 早在2月18日 27名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就联合发表声明 反对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阴谋论 表达了他们相信 病毒是来自大自然的基本认识 福克斯新闻发出上述报道 是对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执政精英们政治需求的迎合 他在毫无底线地把自己变成后者政治出击的一部分 离美国新一届总统选举只剩下6个多月的时间 汹涌的疫情将对特朗普政府构成持续而危险的政治压力 为了赢得大选 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有着对外甩锅 转移公众注意力和愤怒的生死攸关的紧迫性 他们一定会调动手中的全部资源和工具 给这场灾难的中国责任论 添加尽可能多的噱头和燃料 使出全部力气把公众的质疑最大限度地朝着中国方向导流 攻击世卫组织也是为加强这种导流而新设一个终极战 从福克斯新闻到美国的共和党议员们 再到受政府掌控的情报机构 直到公开露面的高官们 在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 共同构建一个虚假的画面 那就是中国在围绕疫情的主要信息撒谎 在向世界隐瞒关键事实 他们极力要让美国人相信 中国的掩盖第一造成了美国政府对疫情的轻视 第二个强化了美国死亡人数过多的印象 总之他们想制造选民们的一种感受 美国政府做得很好 美国的死亡人数不仅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比最坏情况要少很多 美国的公众真的那么好骗吗 国际社会真的那么好骗吗 让我们看看最后会实际发生什么吧 美国抗疫滥成这样的责任 怎么可能是在美国之外呢 在美国内外人心这杆秤都绝对偏不了 华盛顿想要用一个谎言来度过危机 它最终只会陷入一个更大的危机 是的 他们将因此付出更大代价